在微博发文讲述了自己遭遇车子被撞 逃逸事故后交警的处理过程 言语中也含对交警处理的不满 秦浩说 自己在依照法律程序报警后 交警到现场后表示要扣留车辆 做伤痕对比 但是在面对要多久处理好事情的问题后 语言不详 碍于要急着开车去机场接一能静 无法接受交警扣留车辆的处理方式 秦浩最终选择不追究肇事者事故 最后发问 嗯 这样好吗 我有看到事件经过 也纷纷发表意见 好奇哦 不过这种事现在见怪不怪了 也没办法吧 不留下的话 无法证明车子是否经过二次碰撞 另外肇事车辆追回的时间也无法确认 能否追到 甚至是不是套牌都不好说 如果要解决只能是换辆车 暂时把车子留下了吧 注意安全啊 必须追究到底 最恶心肇事逃逸者了 一个月过去了 无论是在哪个场合出现的吴京 依然依靠着双拐走路 吴京腿伤严重程度 目前尚不清楚 不过 从老破谢南发微博轻松调侃来看 暂时问题应该不大 而暂时休息下来的吴京 倒是有微微发福 身体伪重 希望吴京能暂时放下 暂时休息下来的吴京腿伤业